不知道大家一提到公控机或者是软路由 脑子里会想到什么呢 那么有一个品牌推出了一款很神奇的小主机 它从根本上改变了公控机和软路由的外形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他们家最新更新的新产品 硬库R2 Max 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金水神技能 我是带大家玩软路由的金水 好咱们先给大家开个箱 从这个外包装还是能够看出来 还是原来的那个味道 保修卡和使用说明书 设备的本体 这个电源是12伏4A的 那大家可以看到相比之前的这个版本 R2 Max已经比之前确实大了不少 那也改了之前这种方方正正的外观 全新设计的外观ID 还是咱们熟悉的那个重机甲的机械风 这整个外壳是整头的CNC抠出来的 那拿到手里就非常有分量 那这次量产版的做工 比金水之前拿到的工程样机要细致了很多 那阳机氧化做的也非常有质感 那大家可以看到 它顶部有散热隔山 而且大家仔细看 它里面还有两个4010的散热风扇 我觉得应该叫做主动加被动散热 散热隔山它可以增加散热的面积 那风扇就可以很好地把这个热量快速地带走 好那我们看一下接口部分 那正面呢是两个USB3.1 就是5G速度的 旁边呢是一个开机的按键 电源指示灯 那背面呢有四个网口 两个万兆 两个2.5G 那万兆呢使用了马维尔的AQC113C 那支持10G5G 2.5G 千兆百兆 40映 那这个2.5G呢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 英特尔的i226V了 那一个HDMI2.0的接口 一个10G的USB3.2带供电的Type-C口 支持线通 一个DC的电源接口 那大家注意啊 这个侧面呢还有一个TF卡的插槽 支持系统引导 但是注意啊 这就比较有意思了 大家看一下它的底部 它这底部啊把硬盘和内存单独做到两个开槽 那这样做的好处呢 就是可以非常优雅的单独把内存和硬盘拿出来更换 那不用把整个这个底板都拿下来 千万别说那句话 这可不是脱了裤子放逼 那这样呢它可以很好的把这个螺丝孔位 藏到这个脚垫的下面 我们现在取掉它下面的这个螺丝 就可以打开它下面的这个底盖 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是一个DDR5的内存的插槽 旁边呢是两个NVME的接口 支持2230和2280的长度 它这两个底盖其实也非常有意思 这也是铝的 而且呢还做了倒角 真的是挺下功夫的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底板上面还给了导热的硅脂 这样呢就可以增加硬件的散热面积 另外呢这次最主要的更新 就是之前被大家诟病的NVME带宽不够的问题呢 也得到了更新 现在的两条NVME都是可以跑满独享的PCIeX1的速度 那金水这次拿到的是N150的版本 那相信大家对这个CPU呢就应该很熟悉了 那么如果大家想了解点 可以去看阿皮或者是老高的一些视频 我在这呢就不再啰嗦了 那BIOS自动 咱们单烤FPU一个小时 CPU封装呢大概在14到15瓦左右 那整机的功耗呢会来到30瓦 功耗的核心频率呢 亦是可以稳定在2800MHz 那我在这边室温呢是29度 那CPU的核心温度呢会在60度上下 那最高呢也没超过63度 那温度曲线控制呢大家可以看到 是非常非常稳定的 几乎是一条直线 此时呢这个外壳温度呢最高在48摄氏度左右 那底部呢会在46.3度 最热的地方呢就在硬盘NVME那个位置 说明NVME的热量呢已经倒到外壳上了 那噪音控制呢也是非常不错 那烤机的时候呢我们距离大概设备40公分左右 我们的分配仪显示呢只有40分配左右 在带机的时候呢那这个声音呢就会融入到环境声 那如果不是贴脸听的话几乎听不到任何声音 我们在Windows下带机呢大概14瓦左右 在其他的Linux系统呢可能就是11到12瓦 而且呢这个设备在兼容性上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我们测试了Windows、iQuai、iStoreOS、Android、PVE 都是可以正常的安装和使用的 万兆网卡呢也可以正常的识别 那我们安装飞牛NAS系统 那使用两个NVME设置为RID0 SMB共享也可以跑到900多兆跑满贷款 这次更新版的硬库R2MAX 那作为业界首款万兆电口的迷你主机 那无论是硬件配置、颜值还是做工 大家都可以看得到真的是非常的顶 那兼容性呢也是非常不错 尤其是散热和它的噪音控制 我觉得就算是放在一众传统的迷你主机里面 也是非常能打的 但是呢如果大家想把它作为桌面的迷你PC 把它装Windows 可能就会有一点小问题 那首先呢这个设备本身是不带WiFi网卡的 你要想办法单独接出来 而且呢它没有WiFi网卡的天线的结构 另外呢就是这个USB口呢稍微有点少 A口呢只给了两个 那么你在装系统的时候呢 可能会需要一个USB拓展物才可以 在这呢那我就更推荐大家 把它当作家庭的智能网关 或者是迷你服务器 清NAS来使用的 那这四个网口才可以真正的发挥作用 那么如果你想把它装成一个All-in-one的设备 也是没有问题的 不过呢我会建议你去看一下它家的305的版本 那那个版本呢从性能上来讲会更加的合适 好了到这里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呢 希望可以在你选择空空机的时候呢给你一些些的帮助 感谢大家的点赞评论和转发 感谢大家的收看金水神机能 我是金水咱们再见